蓝忘机学着说没有口音的普通话,效果的确很明显,但高考结束的假期里做兼职还是一天不到就被同事猜到了是哪里人。 后来开学了,也是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些改变根本什么都不是,在学校里他还是会被一眼认定为土包子。 所以,他的变化也并不大,可卫英还是没认出他,蓝忘机刚叹了口气,就看到魏无羡那一桌要走了,他刷的一下摘了帽子口罩,连同工服一起都拿在手上,也没顾得上跟旁边的同事说一声就走了。 这也幸亏不是他们第一天认识了,大家都知道蓝忘机性子冷淡不爱说话,要不然非得认定他没礼貌不可。 魏无羡一行人去了一家酒吧,毕大的学霸当然是一抓一大把,像蓝忘机这种状元也都是集中在这所和不远的院种邻居大学了,但也并不意味着学校里的每一个专业,每一个学生都是这种情况,有的是外籍华人,有的则是通过非国内常规考试录取的。 比如魏无羡的三个室友在毕大里就都属于学渣这一类的了学生了,虽然也要比普通大学的学生厉害很多,但跟那么多状元也是没有可比性的。 如若不然,也不会大周五晚上组团去酒吧了。 不过,魏英跟他们还是不一样的。 蓝忘机坚定地认为,除非对方当年骗了他,而且哪怕魏英骗了他,蓝忘机也会认定是善意的谎言。 蓝忘机跟到了酒吧门口就没敢再进去,这座城市的所有东西都是昂贵的。 他很清楚自己不应该来这种地方,于是蓝忘机就站在门口等,等到了十点多才看到摇摇晃晃的魏无羡从里面出来。 期间,蓝忘机还向别人打听这家店有没有其他门,毕竟等得太久了,再晚些宿舍就要锁门了。 结果从店里出来的人基本都醉醺醺的,要么就是根本不知道。 我没醉,你们是真不行,看样子每个人应该都喝了,蓝忘机生怕魏无羡下一秒就会摔倒,连忙过去将人扶住了。 三年多了,蓝忘机终于再次听到了魏英跟他说话,嗯?你,谁? 纵然心中闪过一丝酸涩,蓝忘机还是下一秒就将自己哄好了。 喂,呦,魏无羡的呕吐打断了蓝忘机,虽然没吐他身上, 但蓝忘机离他太近,血也溅上了呕吐物。 虽然是穷苦,但蓝忘机一直都过分爱干净,而在这一刻也根本没有本能地躲开。 旁边就是水吧,蓝忘机连忙去买了瓶水,拧开盖子送到了魏无羡的嘴边,对方配合的漱口。 突然吆喝了一句,挑战成功,才十一杯,身边的朋友哈哈笑着,对魏无羡竖起大拇指,还是你猛。 蓝忘机站在其中十分突兀,但大家都喝了酒,对于他的存在就不会有芥蒂。 见他扶着魏无羡,还以为是朋友。 就这样,蓝忘机跟着他们回了学校。 一路上蓝忘机都没撒开过魏无羡,对方也从一开始地被扶着,变成了挂在蓝忘机的身上。 就是那张嘴都没停过,始终和朋友们巴巴着。 蓝忘机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,但也没觉得烦,时不时魏无羡会突然安静地看着他,又想问他是谁。 朋友们只当他是喝多了,蓝忘机始终都没回答。 魏英喝醉了,说了他也不记得。 更何况,在魏无羡清醒的时候,也没认出他。 将魏无羡送到了寝室里,都是一个学校的,宿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魏无羡一头栽到床上就睡着了,还是他的室友拍了拍蓝忘机的肩膀说了句谢了兄弟,也算是逐客令了。 看着床上的魏无羡,又看了眼时间,蓝忘机很清楚自己该走了,还得一路跑回去才能赶上宿舍的门禁。 算了,已经知道魏无羡的寝室在哪了,来日方长。 第二天醒酒的魏无羡已经根本不记得昨晚有蓝忘机这个人了,还是吃午饭的时候室友问他昨晚那个朋友是谁,以前都没见过。 魏无羡这才想起来的确是有这么一个人。 他不知道昨天晚上蓝忘机一路跑回寝室兴奋得一整晚都没怎么睡,也不知道蓝忘机正盘算着他们的下次见面。 他们要见很多很多次。 于是有了周一的早饭,在魏无羡的错愕中叫他为同学,室友们也是才知道原来这人真不是魏无羡的朋友。 老大,那不是那小子吗? 魏无羡顺着看过去就看到蓝忘机站在排队等微波炉的队伍里,离他们不远。 随着队伍的推进,魏无羡本不想再看蓝忘机,却发现对方手里拿着的应该是今早送的早饭。 当然了,这不关他的事,魏无羡也不想管,自从那天晚上把他送回寝室后,蓝忘机就像焦皮糖一样每天早上都来送早餐,搞得像是在追他似的。 他躲还来不及呢,自然不可能上杆子找不痛快。 然而,当蓝忘机一个人坐在他们附近的时候,魏无羡看清了他吃的东西就是早上自己没要的那些东西时,还是没忍住发心里发出疑问,还能吃吗? 蓝忘机是被对着他们坐下的,所以没看到魏无羡,如若不然,他一定会因为魏无羡在看自己而感到欢喜。 蓝忘机吃得很快,小时候就养成的这个毛病,后来的他总是赶时间学习,几时间做兼职,就更没可能改一改这个坏习惯了。 魏无羡意识到蓝忘机收拾好餐盘准备倒掉,本能的扭头看了一眼距离他们最近的餐盘回收机,心想,坏了。 下一秒,转过身来的蓝忘机看到了他,不知道是不是魏无羡的错觉,他在蓝忘机的那张脸上竟然看到了微妙的笑意。 魏同学 好巧 其他三个闷头干饭的室友默契地憋着笑,魏无羡瞬间拉下了脸,敷衍道,哦,真巧。 蓝忘机端着餐盘就一直站在魏无羡的旁边,眼睛亮亮的,一看就根本不注意打理的头发整整齐齐地趴在脑袋上,也就这张脸能勉强撑起这种发型。 怎么现在还有男大学生留这种头发的?先忍不住的是魏无羡,若是他不开口,恐怕蓝忘机能一直站在他这,还站着干嘛。 我这不回收餐具。蓝忘机这才看了一眼自己手上的餐盘,硬了声好,就连忙大步走过去,放进了回收机,随即又回到了魏无羡的身边,魏无羡的室友们实在忍不住,笑出了声。 魏无羡一向好面子,蓝忘机缠他这一周都被室友们笑话多少回了,他对眼前人的反感又增了一分。 你站岗呢?蓝忘机看着魏无羡,短暂地思考之后静止坐在了魏无羡的旁边,还十分贴心地只坐了一点点,生怕会挤到他,其实跟魏无羡还是隔着两拳的距离呢。 哈哈哈哈哈哈,魏无羡长这么大壳,从来没遇到过蓝忘机这么奇葩的人,明明看着跟自己就玩不到一起去,怎么莫名其妙跟他搞这套。 虽然不确定蓝忘机还会坚持黏他多久,但瞅他这样,总觉得降得很,还是应该尽早问清楚说清楚,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。